超市三三夏日爱健康计划 由我陈思涵 I-START 夏天疾病预防怎么做 晚上八点请你跟我这样过 让你夏日生活好周到 夏天不看连续剧还能看什么 晚上九点女人好心力 陪你上山下海聊通海 夏天食欲不振怎么吃 晚上十点实在有健康 教你夏天吃出好健康 我是陈思涵 今年夏天陪你一起爱健康 那既然大家都爱吃空心菜 我想怎么挑怎么保存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 对 我们来考考看好不好 好 马上进入我们的健康二选一 来可莱 麻烦你 好 空心菜怎么保存比较好呢 首先像你去大卖场 或者在菜市场 是不是都看到人家一把这样卖了 一把卖了之后 旁边都会撒上水啊 让它漂漂亮亮 看起来水嫩水嫩的 对 那买回家之后呢 就这样撒点水 然后呢 放到我们的塑胶袋里面 放进去 那再放到冰箱 就可以让它水分保持不流失 这样就可以保存比较久哦 哦 这个是做法A 好不好 那我们请做一下做法B 好 做法B呢 就是空心菜怎么保存比较久做法B 我们看到这是白报纸 那一般呢 我们在外面买水果啊 就是回家都要放到里面 然后包着之后 放到冰箱 它就可以防止水分不流失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空心菜也是一样 就把它放进去 嘿 然后做好 做好 这就是它的新家来着的 那做好之后呢 它的什么新家啊 新家 那之后呢就可以放到我们的袋子里面 那一样放到冰箱里面保存 这样就可以咯 好 请举牌 我先让他们看我们的答案 不用 就直接举牌啊 1 2 3 1 2 3 欸 好 答案是可兰 最终的答案就是 嘿 B 它的新家还有正确的答案咯 应该怎么讲 刚刚可兰做的 其实两边啦 如果说A跟B两边是B 是对的 但是它有个步骤其实是 放袋子 呃不是 它有个步骤是错的 就是你看 看它的空心菜的根都拿掉了 对 根不要拿掉 根不能拿掉 这是我们一般保存 你买回来的时候 你不要说 哦 这个买回来 我现在买回来 然后把根切掉 不要 还有另外一个 欸 为什么是错了 其实 你千万不能喷水 对 你一旦喷了水之后 你的叶子就很容易烂掉了 那我们放了这个白豹纸的原因是因为 让它包起来 可以防潮 但是记住 不要用豹纸 哦 真的哦 因为豹纸有油墨 哦 会有 对 你那个油墨 你那个油墨 你把它包起来 油墨粘在这个菜上面 你又不会拿那个刷子去刷那个菜 那个油墨你就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哦 所以为什么会特地用白豹纸 有这个原因 哦 空心菜其实 最好的状态是 我今天现在买回来 我赶快煮一煮就吃了 真的不行 保存 像刚刚的方式 了不起一天 最多两天把它吃掉 不要认为说我这个保存 哇 给你放两个月一样造坏 对 对 这样子两边都还蛮清楚的哦 嗯 好 我们就请可然来示范 这个做法二 好 做法二就是 空心菜要怎么样防止它变黑呢 有两个步骤哦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炒空心菜的时候 就是我跟柏鱼一样 喜欢大火快炒 好 那大火快炒的时候 要怎么防止它变黑呢 黑 我的撇步来了 就是 嗯 香香酸酸的柠檬汁 那我在炒的时候呢 就可以加入一点点 那这样一样 大火快炒 炒炒炒 这样就可以防止它变黑咯 好 这个是做法一 对 做法A 我们来看一下做法B怎么做 好 防止它变黑呢 我们在就是之前啊 料理之前一样 也可以防止它变黑的撇步 就是准备一盆水 那像水果啊 防止它变黑 它有一个撇步是什么 加盐 对 就是加盐 好聪明哦 跟我一样 好 加点盐 那看你的喜欢的盐量是多少 那接着呢一样 就是把我们的空心菜 放下去 泡着 对 先放盐水 泡到盐水里面 那到时候我们要炒的时候 再把它捞起来就可以咯 就可以防止它变黑了 好 这个是做法B 对 好 数到三 请举牌 一 二 三 答案是 正确的答案是 加柠檬汁 柠檬汁 怎么可能 酸碰到叶子应该会发黑啊 任何我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啊 只要是你加入一些酸的元素 像素啦或是柠檬 它就可以防止它氧化 真的假的 对 那你当然你说这样的方法 我加了醋之后 可是我炒的时候 我时间拉长 它一样是会变黑 对 但是如果说在很快的速度下 因为家里面的火不是很大 不像餐厅的火是很大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在炒的时候 加一点点的醋 或加一点的柠檬汁 它其实不会酸 因为它在热炒过程当中 酸度就跑掉了 但是会让它变得比较脆绿一点 可是你泡盐水的时候 其实我建议就是 叶菜类最好不要泡 叶菜类 像牛棒那些你可以泡 为什么 因为是不是有盐分 那你就像烟菜一样 你一烟 叶子开始烂掉 对 烂掉 然后开始 里面的水分开始往外冒了 所以这个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只要加一点点柠檬汁 真的很棒 好 报告主席 你在解释的时候 我心忐忑不安 因为可蘭要坐到那边去了 哎呦 它为什么那时候要站在那里 这个你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阶段的两组人 不平分 所以都要喝 都要喝 你就说了 钥匙一起死吗 但是可以 等一下都可以都吃 所以我做菜部 大家都可以品尝 对 好不好 好 我们的蒜香 空心菜籃就是我们有 你空心菜籃怎么一点点蒜头这么多 这个给个盘子来炒一炒 我们就喝 大蒜多一点吗 不要了 主角还是我们的那个大蒜 可以让大家就是 大蒜不用加那么多 对啊 大蒜太夸张 大蒜固肝吗 范老师 呃 它 健肌 健肌 那有固肝就好了 而且肠感冒的人 大蒜对感冒的治疗比较有效 我已经是非常不感冒了 这我都可以想象 待会我在主菜的时候 那个蒜味啊 你们这蒜味一直飙过来这样 对啊 哎呦 天呐 好可怕 好啦 给你们说一点好不好 还是你们要渣渣 不用不用 我必要 要有小感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啦 在给我香肠 对啊 我是在吃 生蒜也是有在吃啊 好激烈 我发现蒜头好像加太多了 我就说 越大蒜越加太多了 好辣 好酱 那你倒小杯一点 各位 干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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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好辣喔 Oh yes 好辣喔 很辣吧 好吃 好辣 大蒜的味道 我家的刚刚好 刚刚好 很火 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这两个食材加在一起啊 最干绝对是好的 不是 我们自己都闻得到那个头盔 不用担心 我这都闻到了 不要你拿 我这都闻到了 储疤归储疤 嘴巴 蒜味 保留这个蒜味 因为马上进入我们的健康上菜 吃得度就会好很多 好 因为我们的健康上菜 我们今天做这个空心菜的海鲜面片 面片应该大家比较少听到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先来煮面的部分 这个地方我们就实在有一套 马上就给你们看 因为它比较特别的 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 海鲜肉放进来 好香喔 白芝麻 这样待会是口口都有芝麻酱 跟白胡椒的原因 然后最后再把蛤蟆 把它放进来 好香喔 好鲜喔 不小心就咬到那个 花枝跟鲦鱼片 嗯 就很特别的口感 Oh my god 好 很简单喔 好好吃喔 好吃好吃 鲜甜汤头 配上脆口空心菜 最创新的家常菜 空心菜海鲜片片 您千万不能错过